各位弟兄姊妹 早晨 今天我们继续在《以斯拉记》系列里 一起思考第五和第六章 希望大家将你手上的《圣经》打开第五和第六章 我们今天会看完两章 我在开始之前有点重温 究竟我们今天所说的恢复重建圣殿 以至建造成功这件事情是什么一回事呢 我会以五个环节跟大家去看看 第一就是看看这个上帝子民 如何是同心合力重建圣殿的工作 第二我们看到在这个重建的工作里面 神如何是透过人去完成这一件工作 以及神他那个无形的手在背后的作为 第三我们就会看到整建的工程是完全成功的建成 然后他们有一个很高兴的庆典 将这个圣殿献给神 最后我们再去思考一下这个重建圣殿的意思 这个重建圣殿的意思是当日是什么意思呢 是今天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会在这五个环节里面跟大家去思念 好 在这五个环节里面 在这五个环节里面 在社会里面是满有败坏 行不公义的事情 所以当日无论是上至官长或是王 下至平民百姓 甚至是祭司 他们都是充满着一些败坏的生活 以致神是多次的借着先知去警告他们去回转 不然的话 神就会去责备他们 借着外人的入侵 当日北国已经被亚瑟人侵入了 而将他们楼放去远方 但是当日南国的犹大 还在可以九泉的生活里面 当日在公元前606年 巴比伦就开始入侵犹大 甚至将他们俘虏的 打败了的犹太人放逐去巴比伦 但是他们当时还未完全亡国 因为耶路撒冷 还在九泉之下 虽然有一个快女的皇帝 但是他们仍然觉得有圣殿 一日他们一日都会有和平 但是当日里面 神也是透过先知 耶利米说到神的审判 一日一定会来临 他们会亡国 他们一定会被人流放去巴比伦 这是神对他们的责备 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 离弃了神的说话 以致他们会是国破家亡 然而神在他的审判当中 虽然是惩罚他们 但是仍然会是留住一手 就会在七十年后 就被他们有一班 仍然是敬畏耶和华神的人 回来这个应许之地 重建他们的家园 重建圣殿 我们今天就看到 当日在公元前的五百三十八年 波斯王这个居老士 他就允许犹太人可以重返家园 这个也是见证到当日 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实现 我们看到在以色拉记的第一章 他们能够可以回来耶路撒冷 其实就是神透过波斯王给他们的应许 他当日是有遗宿五万的渔民 在巴比伦回家乡 当日里面他们的首领 所罗巴伯和耶稣亚 是他们的祭司 他们回来的时候 他们是在立伊 来建立重建圣殿 我们看到在第三章 当他们平安的底部 他们万众一心 就在耶路撒冷 来先建立祭坛 来开始再建立祭坛 以及借助扣高耶和华神 你都可以敬拜 他们也是用钱 是请的石像 木像 还有买不同的材料 去开始重建圣殿的工作 在第三章 说到他们进展得十分顺利 他们有利美人 来开始管理 即是可以说 督促这件事的进展 以至他们已经开始了 地基 来建立圣殿的地基 当日他们是很开心的 建立圣殿的地基的时候 他们一起歌唱 来赞美主 但是我们看到 在这件事进展得这么顺利的时候 他们的敌人就开始 给他们有很多的阻拦 甚至在信仰上 或者在行动上 给他们有很大的恐吓 以至他们是害怕 以及灰心 亦都是丧胆 将整件重建的工程 就放弃了 就停止了 这个就是在第四章的尾 就说到他们停止了 直到第五章 第五章的时候 其实已经经过了十五年了 差不多是五百二十年 他们当日停止了十五年 在这十五年的当中里面 神其实也没有忘记了重建圣殿的工作 他当日也兴起了两位先知 来鼓励他们 起来同心合力 来重建圣殿的工作 这两位先知 就是在第五章有提及的 就是哈该和撒加尼亚 你记不记得 我们在几个星期前 一起去看哈该书 先知哈该当日里面 给他们的信息是很清楚的 就是说 神提醒他们 究竟 你们回到耶路撒冷的生活里面 你们的生命当中 谁是为首呢? 你们已经为你们自己的屋 是有很好的建造 但是神的屋呢? 神的殿呢? 你看看还这么凋零 你们放置了十五年 荒废了这么久 是不是时间要重建呢? 也当日 神是借着哈该会提醒他们 神会祝福他们 神会帮助他们这件的工作 透过撒加尼亚也提醒他们 这件工程是非靠势力 非靠才能 乃靠灵 神的灵 折方能成事 我们就看到今天去到第五章 第五章给我们看看 第一节 那时先知哈盖和亦多的孙子撒加尼亚 我们看看这幅图片里面 我希望大家看到圣经的章节 亮了黄色的字 来特别显眼 给大家看到这两位先知哈盖和撒加尼亚 我们看看这幅图片 上帝的子民如何是同心合力 当日他们的环境是没有改变的 仍然是处在当日 有些人是想烂了 是不想这件工程复工 但是透过这两位哈盖和撒加尼亚 所带给他们的支持 不单是在用神的说话 那个信息去提醒他们 亦是亲自的和他们一起 看看第二节 于是 麻烦你去看那幅图片 麻烦你去看那幅图片 于是 撒拉迪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若塞达的儿子若树亚起来 透过这两位先知哈盖和撒加尼亚 给他们的信息和支持 他们就从一个失望 经方和放弃的情景 来重新的起来 开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 当日你看看哈盖和撒加尼亚 他们只不过是先知 他们没有特别的在工作上 或者在建造的专业上 有些认识 但是他们就在和他们一起 去帮他们打气 帮他们共度这个 经方和失望的时间 让我们看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这个团队的精神 和大家同心合力 对于做事来说 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改变 我们今天做工的时候 我们也很希望做工的时候 有些同事有一个团队合作的精神 以至同心就可以事成 有些人说 中国人做事是很努力的 尤其是他自己个人是很黑苦的 但是把他们几个人摆在一起的时候 就很可惜 有时就不是那么合作 有时就像一盘散沙那样 这个很可惜 不单在工作上 我们看到华人的圈子如此 有时我们也很可惜 在教会里面 我们看到也有一些不合作 或者是某一个全队的协力的精神 无论是在普通的事工上 甚至在神的仆人 或者是在教会的领袖里面 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现象 其实这些真是令人很沮丧 和是很可惜的 我们很感谢主 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今天感谢神 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团队 给此能够能够可以同心协力 能够发挥到互相补足 去给此成就神的工作精神 神就是将不同的恩赐给了不同的人 以至我们能够能够可以整体的发挥到 建立神的工作精神 很感谢主 我们看到当日神不但兴起哈盖和撒加利亚 透过他们去帮助所罗巴伯 就是这个省长 还有约书雅是祭司 两个先知 一个是民间的领袖 一个就是祭司 带着整班人数 不是很多的 五万的渔民 来重建圣殿 其实这件工作真的不简单 我们看到这件事 其实神也在当中 很好的看着他们 我们看看下一张图片 我们看到第五节 神的眼目看顾犹太人和他们的长老 以致没有人叫他们停工 直到周文上高大楼市得着他对这事的回遇 当日里面 他们一起做重建的工作 但是当日的人 一班在本地的非犹太人 对他们这个重建 是看不过眼的 但是我们看到神是看顾他们 叫他们能够平安的 能够可以顺利的开工 当日里面 不单是神看着他们 我们看到其实 在第四节里面 当时那个 河西的总督省长 还有他们有些同僚 其实就是问所罗巴伯 问这些犹太人 说 谁让你们有这样的权 让你们准备 让你们准备 在这里重建这个圣殿 你给我个名字 但是他们没有用武力去禁止 也没有用明文去禁止他们的重建 他们只不过 他就说 我们现在要把这件事情 跟大楼市王 来稳步 看看他对这件事情的吩咐是怎样 他准不准 因为当日已经经过了几十年了 跟他们初初回去的那个 那个高老士王 就不同的王 可能有不同的调遇 有不同的吩咐 但是 当他们等这个王的回复之前 他们仍然可以继续他们的功程 这个是神给他们这个通达的道路 是不是 很清楚 好了 将这件事情 和这个王去稳步的时候 我们就要很快地从第五章里面 如果是有圣经的话 你就看到第六节 直到第五章的圆 最后一节 都是讲到他们对那个王 所启咒的那个书信里面所说的事情 大致上他们其实很中肯 就是说 这帮人现在这样去重建圣殿 他们说以前的王是准许的 现在大流士请你看看 是否有这样的情形呢 事实是否如此呢 你又怎样的吩咐呢 看看很快的就是第六章 这个大流士 他的回复是怎样呢 从另一个图片去看看 第三节 那个王的回复记录如下 他说 居老士王月年 元年 王降止轮到在耶路撒冷神的殿 要建造这殿作为宪制之处 兼顾他的地根基 电高六十爪 宽六十爪 很多情形都说得很清楚 把那个尺寸都写出来 甚至第四节说得很清楚 他所经费一切的经济上的需要 可从王的库房里面去支取 所以是证实了事实 他们真的受到当日居老士王的准许 而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 现在又怎样呢 第六节说 现在 河西的达赖总督 和士他波斯乃 人名来的 以及他们的同僚 就是现在在河西做官的 你们要当远离那里 就是说你们不要碰他们 你让他们继续他们的工程 第七节说得很清楚 不要拦阻这神殿的工作 任由犹太人的省长 就是所罗巴伯 以及长老 就是犹太人 在原处建造神的圣殿 说得很清楚 下幅图片 他继续说 现在我右降子 就是说得很清楚 你听清楚 这是我的吩咐 不单遵从以前王的吩咐 我再一次重复 吩咐你们 要为建造神的殿 向他们犹太人和长老 要这样做 再一次说 他们所需要用的银两 全部可以从纳粮的共银里面支取 换句话说 是从国家的库房里面支取的 迅速 你不要太迟 不要拖着别人 塞着别人 立刻给 免得他们的工程停顿 说得很清楚 要继续 而且要快一点 不准阻止他们的需要 第十一节 说得很清楚 我再降子 无论谁更改我的命令 或者是拦阻他们的 必从他的房屋里面 拆了一根梁木 把它举起 愿在其上 换句话说 你谁违反我的命令 拦阻这件 圣殿重建的工作 我就要他们 不单被拆 不单被人 被挂在上面 即是要处死 是否说得很清楚 无论谁都不能够拦阻这件工程 最后这一节 说得很清楚 我大楼是光 这预指 你们要速速遵行 我相信当日 在十五年前 这些以色列人 当他们停工的时候 发梦都猜不到 今天事件 有完全的扭转 完全的改变 令我们想起 圣经所说 在上帝的手中 没有不可成就的事情 在上帝的手中 没有不可成就的事情 你相不相信 神是掌管 你今天的生命 或者你今天 在你的生活当中 可能是有失望 或者有沮丧 或者有恐惧 但是神 是可以把整件的事情 扭转贫困 好像昔日 在他们的绝望 当中 放弃 重建的工作里面 现在 完全可以恢复 甚至得到王的重新准许 立令 一切支出 由王的库房 现在没有人能够 拦阻 还要速速遵行 去完成这一段工作 所以 神如果是介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你就能够真正经历到 祂的说话 祂的应许 是必会成全的 即如 神透过 先知哈盖 和他们说 我们看看 神叶也藉着哈盖 当日 提醒他们 万君之耶和华 如此说 过些时候 我必再一次 震动天地 沧海与干地 今天 他们所体会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轰天动地 他们不想再去 或者是 搞事 息事令人 停止这件工作 但是 势古不到 能够 再一次得到 当日的带来流亡 那个肯定 能够可以 而将他们的失败 完全扭转 第七节 神必震动万国 万国的真宝都必运来 是不是 他们不需要自己 花费他们自己的资源 一切的支出 王说 可以从我的库房里面支取 这个就是神的工作 神说 我就使这殿充满荣耀 因为神就是荣耀的神 当荣耀的神出手的时候 谁能难助 这是万军之夜和话说的 这是万军之夜和话说的 要管一切 而且神的说话 是可信的 神已经当日 从哈哥里面说 我的说话是认真的 你要记住 今天 我们对神的说话 有多少认真呢 神的子民 真的需要很认真地 去明白 以及去遵行神的吩咐 以致神能够可以成就神的心意 我们看到第七节 对不起 下一张的图片 带给我们看到 这件圣殿的工程 能够可以顺利的 能够再一次的开始 第十四节 犹太人的长老 因哈该先知 和亦多的孙子 撒加利亚的寓言 就建造这殿 凡是顺利 他们遵照以色列 神的命令和波斯王 居老士 大楼士 阿扎险西的寓子 建造完不 大楼士王 大楼士王 第六年 阿达月初三 这殿 圆功了 当神的子民很认真地遵行神的吩咐 同心合意 现在去兴建的圣殿 他们经过这五年 将圣殿完全的圆功 当天 他们呈了十五年 哈该在大楼士王的第二年提醒他们 这是哈该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中所说的 在这个王的第二年 叫醒他们 你们要将神的事情放在手里 透过哈盖撒加利亚的支持、鼓励和神的应许 他们去抓住神的说话,认真地进行 这件事情经过五年,到了第六年 大楼是王第六年,亚达越初三 就可以顺利大功告成 他们将这件事情值得欢乐 他们有一个圣殿的庆典 新六节,下张图片我们看到 当日,以色列人、祭司和利美人 以及其余被老归回的人 都欢欢喜喜地为神的圣殿奉献礼 他们为这神的殿奉献礼 献了一百头公牛 二百只公面羊 四百只小面羊 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 献十二只公山羊 作以色列众人的赎罪祭 我们看到他们当日 经过这十五年 是一庭功 再跟着那五年重建的工程 他们能够可以见到圣殿的完成 值得开心的 但是他们不是为他们自己的成就 或者他们合作的精神来去庆祝 他们庆祝的是什么呢? 他们体会到原来是神在他们的当中里面 去帮助他们成就神的工作 所以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再一次是承认他们在神的不是 为他们的罪献上祭物 求神的赦免接纳 十八节 他们已经按着祭司的班次 利美人的班次 开始了侍奉神 在圣殿里面 是每一天的敬拜侍奉 在圣殿里面 不单在他们完成的庆典里面去庆祝 他们把这件事归咎是神的工作 是一个感恩 值得去赞美神对他们的好处 那个恩惠 以及神是怎样的手信 令他们今天圣殿可以顺利的见识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图片 他们也有庆祝这个逾遇节 每一年他们要守的节旗 就是纪念当日 从埃及里面 他们可以得到释放 所以他们每一个年 每一代的人 每一年都要守这个如意节 去纪念他们当日出埃及 得到自由 进入应许之地 神的恩典和救赎 大家明白吗 这个是十分有意义的 所以今天当这帮渔民 重返家园的时候 他们守这个如意节 他们是特别有意思 因为他们是已经被人放逐了 在巴比伦 被人已经是没有了自由 现在他们能够可以重返应许之地 是不是有一些像昔日他们的祖先 从埃及那个经历 得到自由 去到这个神 为他们预备应许之地 现在这帮他们昔日已经是忘了国 被人捉到巴比伦 现在可以有自由 重返神的应许之地 这个是不是神在他们这一代里面 所显出的恩典和救赎呢 所以这个如意节对于他们来说 真的有特别特别重要的意义 那我们从整形的事情 看看究竟这帮人有什么体会呢 对于圣殿来说 有什么意义呢 当日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最低限度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 第一 他们圣殿的重建 就是代表他们这帮的人 在耶路撒冷 是有一个敬拜神的地方 当然他们在家里都可以敬拜 但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 他们是整个的民族 一帮的愚民 是神的子民 来到去敬拜 他们唯一敬拜的神 昔日他们的祖先 就是因为离弃了耶和华神 因为跟随了偶像 但是现在他们是决意的 他们要不要再过以前那些这样的生活 他们要去专一的 敬畏 侍奉耶和华真身 第二 也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圣殿来说 不单是一件宏伟的建筑物 和一个敬拜的地方 圣殿也是象征 神在他们当中为王 神的王权的重建 当日里面 他们如何在他们的信仰 和神的关系里面 是完全败坏的 可以说 真是好像破碎的一样 但是现在他们 重建圣殿 也带给他们一个象征 他们就是愿意 神的王权 神的主权 神的掌管 再一次重现在他们这帮子民的身上 所以如果圣殿 是单单是外表上面的建筑物 这个是不足够的 因为这个是很表面 神是体重的 就是我们内心的实质 我们对祂的尊重 那个的敬拜 我们对神的侍奉 那个的真心 这个对于这帮人来说 是十分十分的重要 是很有意思的 他们今天这帮愚民的存在 完全都是出自神的恩典和手里面 神是怎样的手信 以至他们经过这七十年的放逐 现在可以有一帮 其他人已经失丧了 但仍然有一帮愚民回到来 是可以称为神的子民 这是昔日发生的事情 那今天呢 在当下里面 我们对于重建圣殿 有什么体会呢 其实神是不需要我们今天 在耶路撒冷 为祂重建一个圣殿 今天耶路撒冷是没有一个教堂 也没有一个圣殿 来给神的子民 去做一个合一敬拜的地方 神其实给我们今天所体会的 就不是一个石头所建造的圣殿宏伟的建筑 而是一帮属于神的人 当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其实也是很清楚的提醒我们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 《哥林多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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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讲到我们自己的教会 而是讲到神所借助耶稣基督所拯救 属于祂的子民 这个整体超越时代 超越文化和民族 从耶稣基督建立教会 为我们而死救赎 到今天甚至将来属于神这班的人 就是神的殿 宝罗说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 你们不知道吗 17节再重新讲到 这个圣殿是多么宝贵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 神的子民 神一定要毁灭那人 因为神的殿是神圣的 属于神的 这殿就是你们 今天神所喜悦的 就是我们今天 敬畏祂的人 献给祂的真心的敬拜 这个实体的建筑物 这个实体的建筑物 在神的眼中来说 不是重要 因为实体的建筑物 已经被敬畏祂的子民 所取代了 那今天神要我们有什么重建呢 我相信今天 我相信大家可能在认识里面 也都知道有很多是神的子民 是今天好像真的失落了 没有回到神的身边 或者有些神的子民 有些认识的基督徒 今天里面是冷淡了 或者是没有好好地敬畏祂 其实他们需要在他们的信仰上面 在他们的生命上面去重建 需要人去寻找 或者是帮助他们重返家园 当日 神是透过哈戈和撒加利亚 去鼓励这帮渔民 去收拾重建这十五年停工的工作 今天可能神也在等着 一些好像哈戈或者撒加利亚 去承担这个换醒神的子民 去重建神的家 神的殿 神的子女的工作 你知不知道在今天 重建神的子民的工作里面 你可以承担什么角色呢 愿神帮助我们 一起祈祷 将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 在你的救赎里面 我们可以经历到你 如何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将我们从黑暗在罪恶里面 去拯救出来 用他宝贵的生命 流出的补血 重价将我们来买熟 以致我们今天成为你的儿女 何等大的福气 我们献上感恩 主下我们真是巴不得 今天 在你的子民的当中里面 需要重建的工作 其实真是很巨大 很多时候 我们真是忽略了 在需要重建的生命里面 我们可以承担的角色 主下求你帮助我们 是有体切你的心意 能够很敏感地去知道 一些工作上需要的人手 或者是怎样的摆上 主下求你真是吹逼我们 是能够去 将我们自己摆上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是有限 但我们知道主 是靠你灵方能成事 但我们愿意真是尊你为王为大 主下求你兴起你的子民 重建你的殿 以致你的荣耀 你的命被高举 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